聽一下,順便聽一下也可以 對,然後 有一些人會對這個 就是題目會有疑惑 就是,我是來自澳門的 原住民,那有人會問 澳門我有原住民嗎 就是 我是澳門長大的小孩子 然後 我叫陸文林,是我的本名 然後,我綽號叫大樂 然後 我是來台灣唸書 五年前來台灣唸書 來自動物大學 電社會工作系 跟心理系 然後 好,然後 我又一物介紹一下 我自己的 成長的地方 這就是澳門的區域 很多人會問 澳門是哪裡,澳門是香港嗎 澳門是大陸嗎 但是我 我自己認同澳門就是澳門 他的全名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然後 他的 上面是蓮花 代表澳門 然後地理位置 大家記住一下 其實我們在香港旁邊 住在那個 珠缸三角洲那邊 有四個城市 一個是深圳 一個是珠海 一個是香港 澳門 成為四個連結點 然後 澳門是用團體字的 然後 講廣東話 跟香港一樣 所以 所以 不只台灣 香港是用團體字 還有第三個地方 是用團體字的 就是澳門 好 然後 我播放一個影片 就是 你們先看 等一下我就會解釋 我為什麼 題目叫做 我來自澳門的原住民 好 好 來自我 繼續 你 留意 我 我們 回走 回走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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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竹子搬上谷刀,一人搬一谷 我们先用竹子来用老子的囊草 然后这盖的时候一层一层,然后给一层 竹子练竹子在压的时候一定要盘子 不然大生就整个囊草会盖掉 整整这个地方,够住,这样 然后转 好立起来,好立起来 好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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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那个 往这里上去 这边这边这边 来 这边 那边 你覺得你們團隊的做到目前為止怎麼樣? 越來越來,就是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位置 而不是看著或是站著等別人去開口才去幫忙 現在已經主動很多了 好,坐下 等一下,一個一個,進去 會讓你們先塗辣椒水 然後會塗滷炭 這以前,這個就是所謂的災禁的儀式 所謂的災禁就是,你經過這個儀式以後 你在以前是三天都不能吃東西 只能喝水 要接受這個愛惟的訓練 用這樣的一個儀式去接納 所以,耶穌是別人要的 會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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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永遠 不一樣 你可以用餐的嗎? 法師傭 也要打? 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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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打? 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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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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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7 7 7 8 8 8 你要進去拔灌痛是一件很辛苦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啊用這個痛要讓你知道 所以你要進去這個拔灌 你要承受的那種痛是比的 它會多一百倍一千倍 我很高興 對啊因為我以前所承受的痛 我會跟你講一句很辛苦 我們都在做這個拔 是啊 好 哦 啊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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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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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要身為一個男人所需要的責任 跟他所需要的擔當 我要好好的加油下去 希望他們能夠借助在部落的 也許長輩們跟他們說的話 也許他們在接受整個訓練的過程 然後他們回去後沉澱 然後再好好想一想 他可以為他的自己 他可以為他的自己 在未來做出生命 所以他們已經有利益的想法 那這一段就是我進入部落的第一個體驗 就是我以前從澳門過來練書的時候 大衣什麼都不懂 就是只覺得台灣有很多地方他玩 然後很多好吃的東西 然後妹也比較正 就是這是我第一個對台灣的觀念 因為只能從電視上面 我可以看康熙 也可以看怪獸電力公司 那個什麼 兩代電力公司 所以一切的資訊 都是從電視上面接觸的 然後大衣的時候 其實我是蠻宅的 就是一直宅在宿舍 我沒有離開過台北 然後我還記得村寨的時候 就是我幾天同樣的村寨 大衣的村寨的時候 我生病 然後所有室友都出去玩 只剩下我在房間 然後房間 我真的病到殺不了床 但是房間只剩一樣東西可以吃 就是太陽餅 對 然後那時候有兩盒 所以我就把兩盒的太陽餅都吃光 自從那一次之後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愛吃 然後什麼都吃的東西的人 但是我現在對太陽餅有一點抗拒 就是因為那時候吃太多了 然後之後我也會長 有一些吃的東西 給我一些不同的體驗 然後長回這邊 就是我從大一 暑假之後 就因為實習的關係 要進到富邦文照基金會洗洗 然後剛好富邦就問 問我要不要跟一個營隊 然後我那時候 根本不知道台東在哪裡 部落是什麼 然後反正 不用出錢 又有的吃又有的玩 那就更去 所以就把機票 改延後 然後就去到部落 然後一去到部落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然後 然後 其實 我帶有4T的 學生去到部落裡面 不同的部落 但是我的部落裡面 全部都是男孩子 然後 所以才可以POVE 包括工作人員都是男孩子 然後這張照片 是我FB裡面 點讚的次數最多的 就是平常女生 隨便 隨便PO一個照片 都可以幾百個贊 我這張照片有六百多個贊 就是 然後 然後被剪除過三次 然後 對 所以這張照片對我來說 其實是滿 滿大感受的 因為我可以用最坦誠 最自然 然後 最沒有居出的樣子 去面對大自然 其實這個樣子 是我非常習慣的 所以這張照片 我一直都會用它做頭像 對 然後進到部落的時候 就是 孩子們也不知道什麼是部落 我也不知道 然後去到部落裡面 就放下東西 然後背著包包 就上山採竹子 對 然後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們 他們 只能 跟著做 對 聽著大人的話去做 不管是 砍竹子啊 搬木頭啊 去撿財 全部都是要聽大人的說 說話 然後到這邊 其實是我們洗澡的地方 我當小隊伏的時候 聽到大哥說 今天洗澡的地方就在這邊 全部的包括工作人員 都認不住 對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看到有一個工作人員 他瞄了我一眼 我就立刻脫下褲子 脫下衣服 就跳進去 然後所有 小朋友 都跟著脫衣服 只有一個沒有脫 對 那個小孩子 剛才影片裡面 有拿著上機拍的那個小孩子 他練台大 只有他沒有脫衣服 對 然後事後 我有一些想法 或是 之後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人說 我真的長大 一個是哭的那個 其實我從 去這次部落之前 就有認識 這兩個小孩子 這是我 比較之前的 服務體驗的一個 在宇宙一個 服務中心的兩個孩子 然後這兩個孩子 在中心的時候 他們的樣子 跟在部落 完全不一樣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帶眼睛哭的那個孩子 他在中心的時候 他在機構裡面 是很成熟的 回答的人都是很成熟的話 也要表現出來 都是一個 好像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人 但是回到部落 他可以哭 他可以重新做回自己 然後 然後這個小孩子 也給我 最大的動意就是 他承諾 他 他那時候是國中 升上大學的時候 他會重新回到部落裡面 我回想的時候就是 現在的小孩子 有多少人 能夠為自己 許下一個 三年的承諾 然後最後可以 就是 即行到 然後這個孩子 他真的三年後 回到部落 重新加入 貴手 跟著大家一起 來動 所以 其實 有 我為什麼 想來台灣 其實有一個東西 就是 驅使我 一直會 想來台灣 就是因為 青少年 因為 我以前 不愛練書 但是也沒有太壞 不抽怨 不打架 對 只是不愛練書 愛玩 所以我來到 台灣的時候 我選擇練社工 就是因為青少年 給我 自己很大的啟發 從以前開始 不愛練書 就加入了一個機構 然後從裡面 接觸青少年 慢慢跟青少年一起混 看到 看到他們很多不同的面上 然後 我覺得青少年可以有互相影響 所以我覺得 我 跟很多人上岸過 我決定念社工 而且一定要從青少年方面的社工 所以我來台灣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看到不同面上的青少年 或是我對青少年的一些處事 對待他們的態度 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能不能繼續實行呢 就是可不可行 對 所以我就來到台灣 就是因為不同的青少年 讓我可以一直就是 有動力去 面對更多的不同人 跟事 然後 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接觸部落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五天四夜 我只睡了大概不到十個小時 其實當中還有很多影片沒有拍出來 包括 山山打獵 一開始聽到打獵的時候 青少年小朋友都很興奮 然後就是他們也不能拿槍 也不能拿刀 只能跟著老獵人走 但是走的路就是 已經是塌方的 但是他們還是一樣走 他們整個晚上 走了三個小時都很期待打不到獵物 甚至獵人有開槍 但是 只是 四槍而已 對 然後小朋友已經開始覺得 就是 欸還好喔 反正可能今天沒有獵物 所以在大概三個多小時後 真的 老獵人跑過來說 前面的 有人打得到 然後是一隻水鹿 是非常大的 一百多公斤的水鹿 然後 當時候 小朋友 不敢出聲 站在那邊 然後 那時候 我自己的感受是 當 聽到打獵 其實一般很多人都會想像很刺激 然後 打到獵物一定很興奮 但是當一個生病在你面前 顫抖 然後流血 然後在你面前死的時候 那個心情是你沒辦法形容的 然後對生病的態度 突然 我覺得超過一切你可以想像的發明 然後 前面 老內人還說 需要人幫忙 因為 更前面的 有一隻兩百多的 他沒辦法原資把 把他拿下去 所以 需要把他 肢解 然後 當下 我跟工作人員都說 不要讓孩子看到這樣的畫面 因為我怕他們承受不了 因為我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很大的震撼 所以 所以那時候 我有 我們有幾個人 就是一直把那隻一百多公斤的水路 拌下去 然後還要走過 剛才走過他方的路 然後 有一個段來 需要爬下去 再爬上來 大概 七八米高的 然後 那時候不能抬過去 只要把 路滾下去 那時候我就在上面接住那隻路 因為滾的時候 他的腳就打到我的 我的小雞雞 對 我的小雞就 痛在那邊 對啊 那時候就是 就 裹一裹的走回去 然後 回去就把那個肉 清洗乾淨 然後 就煮湯給我們吃 然後 在 等待的過程當中 其實中間 有一家 有一樣事情是 我覺得非常的好 也是對我們 讚 震撼 就是 就是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黃河 在山裡面就是 我們在等待 怎麼處理那個獵物的時候 我們看著星空 然後 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銀河 對這個 對於澳門 這麼少的一個地方 然後有很多骨長 旺漢很嚴重 幾乎 你可以看到 十顆星星的時候 已經 非常兩不及 但是 當你走到山裡面 看到 星空有數字不盡的星星 還有銀河的時候 那 震撼感真的 非常之大 還有 在被獵物的時候 動物的血 會流在你身上 你身上 會有動物的味道 然後 血溫溫的感覺 那感覺也是 沒辦法形容的 然後 這幾件事 事情 綜合起來 對我的爭執非常大 然後 事後也有問 英國獵人的 一些 對生命的看法 然後 他們就說 他們進山之前 會上山神 先 先請求 請求他們 可以 找他們平安 然後他們也 只拿需要的東西 不難多的 拿不到 動物不會打 然後 懷孕的動物不會打 然後 不會貪心 就是對生命的尊重 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才進山 然後回來的時候 動物的一些 頭 包括器官 也會 就是做 給自私去祭拜 讓他們 可以安世 然後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祭典去安撫那些動物的靈 對 然後 經過這件事情 我對生命的看法 有了不一樣的 想法 然後 我講這個故事給一個朋友聽 他就找我去做一件事情 他是一位導演 然後 他是大愛台的導演 然後 他找我拍一個叫做沒有黑板的大學課 對 然後 他是找不同的青少年去體驗不同的職業 他跟我說 你要不要試一下 我說 我可以 對 反正我什麼都不會怕 然後 他就找我去當 禮儀師 對 然後 在我生命的經濟當中 其實 欸 死亡對我來說 欸 有沒有那麼可怕 可能會有一點點 但是 他 他當初找我的時候 我一可不大應 就是因為我覺得 經過部落的一些想法之後 我覺得 對生命有另外一種看法 我對生命比較 就很尊重 所以 面對死亡的時候 其實 那恐懼感就會減低很多 然後 去到 剛好 就是 有一個大姐可以帶我們 真的 進入到 平時間 然後 幫 往生者化妝 對 然後 但是 他有挑過啦 然後全部都是老 老婆婆 對 全部都是 老婆婆 所以當花的時候 其實他們樣子很時常 然後 給我的感覺也是 突然也是感覺 如果將來 我爸媽 或是我的親人 或是的時候 如果我可以親手放到化妝 然後 變成一個 滿意的樣子 讓他安心的去的時候 其實 也是一個很大的 對自己很大的 恩惠 對 所以在部落 帶給我很多的時候 很多的故事 可以讓我 挑到不同的點 我跟不同的人說過 我是 但是都是這樣說 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包括從澳門來到台灣 我覺得 是有很多不同 雖然我不相信有神 我不相信有神 我沒有信仰 但是我覺得明明當中 有一些 去安排你 去接觸不同的事情 像去到部落 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 才可以接觸到部落 然後 我 通過我的故事 要不要接觸我 我才接觸到這一份工作 對 然後 還有 我覺得很幸運 我練到社工 才有這樣的實習的機會 但是 灰根到底就是 我要 我覺得最幸運 就是我可以自己做決定 因為我有 一個 就是 很唠叨的媽媽 但是 她很疼我 然後一個很開明的爸爸 她可以讓我去 去闖 可以去 去到去去嘗試 然後 如果大家有 回應可以 或是有些問題 可以立刻 少問了 可以跟我講 我不是要一直講 一直講 如果有問題 可以立刻跟我講 然後 然後 這邊 我就是騎著這台車 到處跑 然後 我買了 大概四年多的車 現在已經跑 跑了四萬多公里 然後 這是我大二的時候買的 然後 我還是沒有 離開過台北騎車 真的是因為有兩個 同伴的女孩子 她開過了我整個視野 當初 暑假的時候 她問我要不要去環保 然後 然後 我一開始覺得 怎麼可能 跟你們兩個去 怎麼辦 對啊 住什麼地方 吃什麼地方 吃什麼東西 然後她就說 他們不會花一塊錢去住 對 我聽到那個心動 又是不用錢 所以就跟他們 一起去 就一眼一台車 然後就跟他們 一起去環島 然後 但是我又付出代價 當我們環到第五天的時候 環到第五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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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完肯丁 進台東的時候 我就摔車 這就是我摔車之前拍的最後一張照片 然後過了這張照片之後 我就摔車 然後 然後 藻貝 縫了大概五六針吧 大概 因為有石頭 跑進去 去完肯丁就穿拖鞋 騎車 然後 我騎二十 我還記得是二十 然後 然後 殺那個沙漠的時候 我就滑倒 然後 早就 就是有石頭 跑進去 所以 我在環島的過程當中 有一段是用座護車環島 就是 而且 司機飆很快 然後 那時候去到醫院的時候 就有護士過來 就看完之後 醫生就 他就跟我說 等一下 等一下 找到那個石頭 我會很痛喔 然後 我現在噴一樣東西 等一下就不會痛 我就說 好啊 立刻噴 所以只要一噴那個 我整個澡上 差一點把它踢飛 有人這樣按住我 都不要踢 我咬住那個被子 然後 醫生 後來把那個 雜質 你會感受到 腳背的時候 那個石頭 那個石頭還卡住 那個雜質 雜不出來 就是已經不痛 我就有一段時間 就 然後 這樣子 我就 暑假 一個多月就跑掉了 所以我沒辦法活動 然後 另外兩個女生怎麼辦呢 他們繼續行 繼續旅程喔 他們繼續很誇年喔 正在我第二天坐火車 打算回台北的時候 我傳短訊給他們說 我上了火車 然後 回了短訊就說 我也進醫院 另外一個女生也摔車 對 然後 過了兩天之後 第三個女生 回到台北了 她也摔車了 所以三個都摔 她就說 我們去墾丁的時候 有被跟到 有被一些髒東西跟到 但是我也不太相信這件事情 我就說明明是我不傷心 然後 她硬要拉我去拜拜 但是我也有去拜拜 然後講到鬼故事 我覺得原住民 為什麼我會 等一下我會拉回原住民 欸 我覺得我身邊 隨時都會出現原住民 然後從 進到部落的時候 感覺 我原住民的圈子 變得越來越大 然後 不管 怎麼樣都會遇到原住民 然後FB裡面 推薦的朋友 也會出現原住民 比一般漢很多 然後 在我家裡 就有一個原住民 她是我學弟 然後 她是 花蓮的 泰魯閣主 講到鬼故事 其實她 有一次 我也是騎車 馬上倒回來 她就說 有另外一個室友 女生 就她說 欸 你知道剛才發生什麼事 我說怎麼知道呢 她就說 剛才 你學弟 就一直按門鈴 她就說 我就從 開門 她就不用十秒 就衝到 五樓 就是從來沒有看過她 快 就衝上來 然後拳頭大汗 欸 有人怕聽鬼故事嗎 不會 然後她就說 她 從下 後面的上子走過來 然後 她是有靈異體質的 因為她媽媽是做廟屋 所以 她從 很遠方的就看到那個柱子那邊 柱子那邊 有一個蹲在那邊 在那邊放垃圾 但是她 遠遠看她是沒有眼睛 就是只有輪廓 對 然後她就不敢看 然後就很快走到那個上子口 然後又轉過來 她是用跑的喔 但是她正當要拿鑰匙去開門的時候 她一轉過頭 那個人就站在她旁邊看得到 然後她就不敢看 就一刻衝上來 然後我是衝上來之後 我室友就打算 欸 她去陪她看看 然後 欸 結果都沒有欸 找了很久都沒有看得到 然後 他們就打算回家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 就在上了大概幾步樓梯的時候 那個女生的事 看出去的時候 那個人就很快地飄過 看著他們 所以 左手是垂直 然後也是沒有眼睛 然後她不敢跟那個室友講 然後 之後一直 這件事情 他們就感覺 一直都有人跟著她的男生 然後 後來一陣子 她回去跟她媽媽講 她就說 其實那個人 是她 在花蓮的親戚 就是過世的親戚 因為她媽媽曾經 跟 跟 跟祖先 就是 說過 而且常常不回家 所以 那個 過世的親戚 就跑去台北找她 其實我聽到這個故事 其實蠻溫馨的 對 然後 但是 最後 她請了一個巫師 來我們家 做 做一些法事 對 然後 我是沒有看過 但是我另外一個室友就說 她從來沒有看過煙 在三秒 自己會全部燒 平常煙要抽 才可以 煙燒 但是她看到三秒 三根煙 就同時不見 就是剩一個煙地 對 所以他們 一直覺得 趕快推那個室友 趕快回家 把這件事情搞定 不然 其他室友其實又沒有看過 對 對 就是在我 室友 也是原住民發生的事情 對 然後 欸 你們有沒有問題啊 你那個 看醫生的時候 你有台灣健保嗎 有啊 你有台灣健保嗎 我有台灣健保 沒事 對 我也是有健保費 為什麼 為什麼你去環打 做的表情 就是 我們 睡廟 睡警察局 睡朋友家 然後 然後 只有 他們有付錢睡過 兩個女生有睡 在墾丁的時候 有住過房子 對 但是我那天是睡海灘 對 我那天睡海灘 墾丁的海灘滿漂亮的 然後 但是我環島 我還有帶 平常我出來 我都會帶鍋子 跟登山爐 還有帶泡麵 或一些咖啡 茶 所以我就在墾丁 環船石旁邊 找到一個沒有弄的櫃子 大概煮 兩格這樣子 我就把它 拋空 然後在上面煮泡麵 然後我煮咖啡 然後剛好有兩個外國人 一對情侶走上來 害他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要不要喝咖啡 我有三個人不知道要不要喝咖啡 我煮泡麵 對 所以我平常都會看到一個 那是我第一次去 所以很多東西都很淡 然後 之後我越淡越少 這就是我的包包 我用的火鍋 對 這就是我的包包 通常都會放竹子 跟那個 跟山爐 然後 我找到一個漂亮的地方 不管在哪裡 對 我都可以在路邊煮泡麵 煮咖啡 然後 剛才是 你們看到的影片是我第一個接觸的部落 叫 在資本 卡達蒂布部落 他是非韓族的部落 然後 在半年之後 我接觸第二個部落 這位韓詐的實習 我去了第二個部落 就是 新昌蘭 部落 拉拉蘭部落 就是 非屬山豬 撒勤魯的那個部落 然後 也是進去 帶青少年 然後上山的之前 我們 我們要到山上 就是這一群青少年 然後 我們要上山 然後 要對著自己的部落 部落在上面 我們在山上 要對著部落 大喊我們的名字 對 要部落的人 要上山上 或是整個部落的 祖先 祖靈們 知道我們叫什麼 名字 我們來做什麼 然後 薩基魯大哥 應該 有很多人 都會認識 只要我聽過原住民的 應該都會認識 薩基魯大哥 然後 他的部落人 其實很少 但是很強大 對 每個男生 都可以 就是 能力 比很多人強 有一個訓練 他們就是 生活的訓練 這是非常之猛的 他只要丟一顆 只要手指頭 這麼大的木炭 就要我們把火升起 然後 在我們 一群傻傻的孩子 對 這群都是 台北 台南 台中 高雄 的學生 高中生 來到 生活 以前 在城市 只要 導火機 或是 走開 暗樓 就可以把火升起 但是 在山上 他只丟一個木炭 給你 本來 孩子 都是 只 從旁邊前 一兩根木頭 就少 火升起來 因為薩基魯大哥 叫我們 你們把身體 躺下來 找你可以抓到的東西 可以燒的東西 都全部抓過來 然後 要我們去衝 去跑 在山林上 沒有燈 沒有火 在山上跑 然後 一聽到 回來 就要衝回來 在中間 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 當我聽到 衝的時候 我拼命衝喔 衝上山 朝上面喔 然後 一聽到 停 你就要蹲下來 掩護自己 對 就是 你只要找到 有樹就趴在那邊 抱著他 然後有石頭 抱著他 地板就趴著 對 然後 上來 我就看到有一個 部落的哥哥 一直笑 然後我就問他 發生什麼事 他就跟我說 剛才 跑的那個方向 我在那邊 大便 所以 我 剛剛一直笑喔 回來 看我身上有沒有大便 對啊 所以 這也是一個小插曲 但是 回到 最原本的時候 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我們學習生活 因為火在山上是最基本的東西 為其生命的東西 然後火也是給你溫暖 可以給你食物 把食物烤熟 還有 在燒火的過程當中 會有煙 每一次我回到部落 我都會 幾乎會手 生一種火 讓自己身上 沾有那個木頭的味道 然後把那個煙 會把你的味道 或是你的花 帶上去 可以處理 這是一個媒介 所以 不管你去到每一個部落 我都習慣去生 生火 有一個火 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 唱歌 喝酒 吃東西 聊天 有火就可以 有一個凝聚力 把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 在很多電視上 或是媒體上面 看到他們都為著火跳舞 或是為著唱歌 就是因為火 是一個媒介 帶給 帶他們的味道 帶他們的個聲 傳到主靈 對 然後火也是一個凝聚的東西 有沒有問題 你們後來怎麼把那個火伸起來 呃 他們就 他們就 其實有方法 我們就把物業 抓一大把 然後放在手心 把它搓成一個 球 類似 类似 类似 就是裡面 就是很碎的 把它搓 所有纖維都搓碎 其實把火 再放在我裡面 輕輕吹 齊虛的吹 那時候很快升起來 其實 用意就是要你蹲上去 要你發上去 去接觸 土地 接觸 用你的手 去感受 這片土地 所有的東西 然後火 也是從土地裡面 疏目 忽略 然後火星期 對 然後 最後我們就 圍著火 一起 就是 它喊自己的名字 然後 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然後這邊 其實我騎車到處跑 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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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摔車嗎 摔車之後 我來到 過了暑假 然後我 帶著我那個 女生 那個 一起下去 把車 拉回來 因為車子 剛好就在部落附近 摔車 所以就叫部落大哥 把我的車運回部落 然後回到部落的時候 然後拿車 我一擋開那個車上 我們全部是蚂蚁 對 因為颱風過後 車上裡面 都是蚂蚁 足了草 對 所以一擋開 上到 我們全部是 全球 對 然後把它清過之後 我們之後 把我們的車 打算騎回台北 然後 誰知道 來到 花蓮 我們走海線 來到 花蓮 港口部落的時候 之前 我們就沒有汽油 對 然後花蓮的 花蓮的 遊站 就是九點過後 就沒有開了 對 所以我們就 停在 港口部落 我們就在這個小學 睡了一個晚上 半天超冷 對 然後為什麼 我要講港口部落 就是拍那個 拍那個 叫什麼 前陣子 太陽的孩子的 那裡有部落 太陽的孩子的 那裡有部落 就是港口部落 然後 我們就在那邊 過了一個晚上 沒有汽油 第二天去敲 敲那個 警察局門 然後警察 警察 就來 一口繁蠻的 擁抱我們在 就這樣 然後第二次 我回到這裡 自己一個人 在那邊 我看到一群 公安包 然後他們就 他們就在 河旁邊 就是這條河旁邊 就撈了這些魚上來 然後隨便煮一煮 這是我吃過 在台灣最好最好最好吃的東西 完全 那一張也不用清 他在旁邊摘一些 一些葉果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就用手去拿那個飯 把那個魚包在裡面吃 這是我在台灣吃過 真的最好吃的東西 有煮 你看那有煮 他有一些山菜 還有他們好像有山鮮鹽巴 這樣就夠了 就很好吃了 對 然後包括他的輪 魚輪 魚卵 魚 輪片 對 都可以吃 整條魚都可以吃 牛頭 蛤 也是可以吃 但是軟軟 對 他就在那邊啊 然後我們吃完不夠 阿媽又插一個 煮 煮法案出去 又一撈 又一盤 就是這樣子 他是傻八道 對 然後 食物在我身分當中是非常重要 我去到每一個地方都會找好吃的東西 在山上也是一樣 就是那個 斧頭風的蜂蕉 然後直接撒一點鹽巴 可以生汁 也可以配泡麵吃 在部落所有好吃的東西 都可以配泡麵吃 包括他們的獵物 蜂蕉 包括一些海產 他們都可以配泡麵吃 然後這個也是非常好吃 這道肯定 吃食物 波牛 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 部落的弟弟在那個 達美樂 達美樂 工作 我們就把那個波牛 拿去達美樂 做成披薩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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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路邊的那種 平常看到 很好吃 他自己吃我 VO 這是 斯文敵 鱼 有點像那個 鳴仔魚 烏拉魚 對 但是生汁的 直接拌蒜頭跟 大餐 然後這是 月光螺 跟 這是 三角螺 這就是在都蘭 有一個 有一個 部落的青少年 帶我去出海蘭的 但是我們只能在外邊往岸邊拉 因為外面浪太大了 有一個大人說帶我出去我往回不老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出去 然後其實回到原點 然後我有三個身份 我去過三個部落 第一個是資本的卡達蒂布部落 他是非蘭族 第二個是新商行蘭拉蘭部落 他是排灣族 然後第三個是嘉平部落 在平東太武山 也是排灣族的部落 我有加入他們的青年會 所以我在嘉平有自己的名字叫補樂樂 對 然後我有自己的傳統服 為什麼穿這一套傳統服 這是嘉平的傳統服 因為其他兩套已經穿不上 對 回去奧本一個月都放了大概五六公斤 所以回去要開始減肥 對 然後這三個部落給我不同的 不同的東西 就是一開始接觸資本 他是我感情最深的部落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接觸 然後有家的感覺 因為一個外來的僑生來說 家的感覺是很重要 然後去到部落裡面 哥哥們會把你看成弟弟 然後阿姨們會把你看成兒子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大家阿姨們都會衝過來跟你擁抱 然後你吃飽了沒有 只要在部落 你可以拿著一根湯匙 就可以吃飽了 而且吃到非常飽 然後有很多時候阿姨們會煮很多東西 當你晚餐的時候 你假如經過 他說我已經吃飽了沒有 然後有時候吃過的時候 看著他們期待的眼神 也會再吃 再吃 再吃 所以有時候吃到四五噸之後 我真的吃不下 他們還是會邀請你自己吃 所以這種熱情 或是這種對待我的感覺 就像家人一樣 就是那種不適的風險 我覺得 就是我為什麼 也是一直回到部落 就是 部落給到我家的感覺 然後在我到 會所 就是資本之後 我被 再帶到 心上欄 然後也加入我會所 然後小朋友大哥 在結束了 他們部落的 演技的時候 也帶我去照片 所以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 有不同的人 帶我到不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部落 去認識不同的人 然後接觸了部落 我開始 欸 我開始 所關心 所閱讀的文章 或是 所關注的新聞 都跟原住民有關 自然就會 對原住民的接觸程度 接觸程度會比較大 為什麼常常會 在新聞上面 大家都說 沒有顧及到原住民的一些 立場 或是他們的利益 就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認真接觸過原住民 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原住民的思維 去思考事物的時候 不管他們 從任何 教科書 或是 知識上面 去 對待原住民 或是 對他們設定的法律 或是制度 其實 一切都沒有 沒有 沒有間基於原住民自己的思維 包括他們的對土地 對生命 對自己原住 那所有的東西 所以 在 執行上面 也會 包括之前 列艙事件 然後 打獵的事件 然後 部落其實 上美麗灣 土地的問題 上部落有很多簽章的問題 公務被直接開花 對 其實都是 包括 呃 屏東的山地門 山地門的吊橋 其實他們都 只是為了 就是當地的旅遊 或是自己的利益 開發 所以沒有想過 這件事情是有更重要的 所以回到自己的 回到台北的時候 其實我有期許關注原住民的一些議題 就像 就像美麗灣 我有去到美麗灣 然後 然後社會議題上面支持 包括 那時候318學運的時候 我第二天就有去 然後 我也有 當工作人員 然後包括法河的時候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關那個 全家平安點 其實 有很多社會議題 不單單 我 對於那個外來的草生 我會跟他去關注這些事情 因為很多人都說明日的台灣 就是 昨天的 澳門或是上港 所以這三個地方其實 有很多地方 有一點是 很多地方是上次的 他們的地位 或是有一些處境 然後 更多關注我 可以把一些訊息 帶回去給澳門的朋友 告訴他們 其實真實的面上是這樣子 我們都可以做到 為什麼 澳門沒辦法做到 包括有很多議題 其實去到全運的時候 有一群原住民 也會一直在那邊抗爭 然後 講出他們原住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跟訴求 我就跟他們一起 然後聽他們的想法跟立場 這就是他們帶我到 讓我聽到更多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我講話 那大家如果有回應可以回應 真的 然後我講話 講故事比較像跳躍的事 因為常常跟老玩家聊天的時候 他們也是一樣 都會跳來跳去 所以他們講一講 就會講到另外一件事情 也忘記了 特別是跟一些 喝了一點酒的哥哥講話的時候 他們講一講都完全不變了 所以 如果 我也習慣了這種講話的方式 找什麼 然後 找什麼 還有什麼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我有兩個夢想 暫時有兩個夢想 第一個夢想就是 我想把我爸媽帶去部落 因為這真的是 我一直想做 但是不敢去做的 因為我不敢 我臉想像也不敢想像 爸媽看到我被打 或是看到 會拉招水 或是 看到 有很多 儀式 或是有很多訓練的時候 那個強度 我不敢想像 我不敢想像 有任何父母 能夠看到 自己的兒子被打 所以你爸媽不打電話說 自從 自從 大一其實我 大一大二跟他們的關係 沒有很好 就是 回去也不會太長 就是 在台灣的事情 但是慢慢接觸之後 慢慢 到大三開始就 嘗試跟他們 聊多一點 就是 聊在部落的事情 在台灣學校 甚至給他們看影片 其實 然後 告訴他們的故事 甚至在我大四的時候 畢業典禮 所以 我有帶他們 稍微去看一下 部落的 建築物 或是 部落的環境 對 他們都有環境是蠻喜歡的 但是 如果有他們的 基督或是傳統 傳統的 一些東西 讓他們看到 會怎樣 甚至我有想像過 如果我跟原住民的女孩子在一起 對 之後 我也不敢想像 想到這裡 就停著 因為 有很多儀式 包括 他們 開心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 對於 這麼保守的 我的爸媽來說 其實 他們也是 滿難接受的 暫時來說 所以 所以 你有喜歡的人嗎 暫時沒有 沒有 所以 就多賞 對 那有部落的姐姐 還是妹妹跟你告白 沒有沒有 都沒有 我接觸的都是 國少的 對 國少 或是 已經媽媽們 媽媽們瞞她 因為 因為 媽媽都會 拉著我 跟我喝酒 也會為我吃東西 就是 媽媽們就是那麼熱情 對 那有哥哥弟弟跟你告白 呃 哥哥弟弟啊 欸好像有一個 人生 對啊 那時候比較瘦 現在比較胖 所以 欸現在比較少了 唉呦 什麼 啊 第二個夢想就是 因為我一直 都在做青少年的工作 包括我習習的機構 然後 我回到澳門的工作 都是最初青少年 所以 我第二個夢想就是 很希望可以 因為我也是從 部落學習過的孩子 也是被 部落接受過的孩子 接受的孩子 所以 對我自己的改變很大 所以我 第二個夢想就是 希望可以把澳門 或是香港的孩子 帶到部落 然後學習部落的想像 包括對自然 對生命 對自己的反思 為什麼是家人 對 到底 他們自己的文化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澳門 現在的青少年 他們沒有記留 對自己的文化很不認識 也很不認同 呃 長到澳門的文化 很多人都會講出 兩個字 賭場 除了賭場什麼都沒有 除了賭什麼都沒有 然後 我身邊的同學 他們很多都在賭場工作 然後 他們 他們 如果有家庭的 就結婚生小孩 然後 只工作 也要等有家旗 就拿錢去旅行 離開澳門 沒有人可以好好在澳門 感受一下澳門到底有功能 因為生活真的 只允許他們上班 回家 也要等有家旗 離開澳門 然後去玩 然後 呃 就在 FB上面 我又去哪裡玩 帶我去撞B 帶我去飛 之類的話 所以 我很想把現在的 現在的孩子 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跟很多的選擇 他們可以 有很多 包括從中國大陸 資助的一些旅行 去北京 去上海 去農務 然後 只去那邊 呃 做半天的交流 然後 剩下的四天 都在玩 喝 然後去到處玩 然後 沒有感受到什麼東西 就回來 但是部落不一樣 我覺得部落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包括部落可以有歌 有舞蹈 有在山野 有山有海 然後有文化 然後有長輩 有階級 然後 包括有農業 對 其實不同的人 知道部落 只要找到對的位置 其實他一定可以拿到不一樣的分析禮堂 所以我很希望把孩子帶來 讓他們看看 欸 原住民的孩子 他們可以在街上 欸 隨時唱歌 跳舞 但是阿門 如果你在 阿門隨時唱歌 跳舞 沒有人會覺得你是瘋子 對 會覺得你 愛心 對 我 我一整年沒有回阿門 當我回到阿門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在那邊跳 或是唱 然後旁邊的朋友就會拉著我 欸 不要這樣子 這樣的感覺很不習慣 因為我常常看到山 看到海 然後 看到很多好吃的 然後隨時都可以唱歌 我常常回到部落 就會把一整年 想要燒的東西都燒滿 然後帶回去 然後 我喜歡在台灣隨時可以飆個80、90的機車 但是回到澳門 澳門 就是 永遠都是二三四 因為 全部都是車 對 我想 澳門的孩子 看看 有著名的孩子 他們有 很多優秀 他們 對事情的樂觀 然後 他們 那種 樂觀的 態度 跟那種 怎麼說 那種 對人的真誠 或是想要 他們看看 就是澳門不單單只有錢 澳門不單單只有同 然後很多東西 值得他們去堅持 為什麼 有很多部落的孩子 現在 現在 從姊姊 哥哥帶他們 去認識自己的文化 然後 一代接一代 有一個成長班 讓他們接觸 自己的文化 然後有機會 可以跟下一代 講他們自己的故事 部落以前 古老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非常棒 但是澳門 我很幸運 就是我爸爸 會跟我說 他自己的故事 我媽媽會跟我說 他們的故事 以前我爸媽是從 大陸透露上去的 我老家在廣州 對 所以他們有很多 農村的生活都可以告訴我 但是 在澳門 你怎麼告訴自己 兒子 或是女兒 爸爸都是做妥償 永遠都是上班 上班 然後去旅行 上班 上班去旅行 有了你之後 可以照顧你 可以旅行 就小去了 對 然後 對 我很希望從現在 這一代開始 可以 有不一樣的變化 讓 孩子多 多看 然後帶回去 給他們爸媽 因為做青少年工作 最困難就是爸媽 我覺得 現在孩子 太難做了 對 如果看到 給父母看到 這樣被打 就是 一等十 律師信 都 一疊一疊這樣收 然後我也看到很多孩子 現在的孩子 呃 資源太多 每次我帶一對 我看到一個 小女生 她吃糖果 她吃三四顆 就把糖果丟掉 我們都很奇怪 為什麼她要丟掉呢 是不好吃 還是怎麼 然後她就說 我把紅色 我把所有紅色吃掉 那就算了 因為我喜歡吃紅色 那其他就丟掉了 然後 我們就從垃圾桶上面 把一包糖果 把它全部吃掉 然後告訴她 她 蛤 紅色就是一個口味 一包糖果有很多不同顏色 不同口味 那個小女生 好像是 草莓 對 她只吃草莓的味道 對 然後就丟掉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就把那個包剪起來 把她全部吃掉 對 她說我們就奇怪 為什麼孩子會變成這樣 所以知道那個營隊 她媽媽會來 她媽媽也是 零食吃一點 就把她丟掉 其實父母也是 其實家庭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是最大 然後 從父母的那一代 如果就是 只是賺錢 然後去旅行 去玩樂 去跟長遠的放遠孩子的教育 或是照他們怎麼做人的時候 然後孩子還是會重複一代一代 都是一樣 對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把孩子帶到這邊 讓他們看看台灣是多麼的美好 多麼的自由 然後 還有很多地方是很美 包括人 你為什麼會來台灣念書 我為什麼會來台灣念書 呃 這是最常問的 就是 呃 所以 我 我來台灣念書是因為 台灣的社工 比較 比較好 對 然後 呃 學費也比較便宜 然後 還有 我有一個很好的很好的朋友 也來台灣念書 對 所以我說那時候就決定 呃 如果要排就是因為社工 其實台灣師資很好 然後學費要便宜 剛好我有朋友也在這邊 對 所以就來台灣念書 然後也 在電視上面看到台灣有很多 好玩的事情 對 所以就很賞人去 來台灣 對 但是在來台灣之前有一個少插曲 就是 我也要考澳門的大學 也是考社工 然後 考上之後 然後 學費也漲了 誰知道就是 之後就是 台灣的 分枝書也來了 然後 我就 欸 打算放棄澳門那邊 然後去買機票 然後 打算來台灣念書 因為 台灣其實 是我第一首選 然後 當我去拿機票的時候 再去遊局 掛號信的時候 然後 回到拆開 拆開 我就傻眼 因為我看到就是 呃 右手是計票 然後 左手是那個 全樂的掌學金 對 那時候 其實前面兩個月 一直在 就是 在談 就是 兩邊擺當 到底要去台灣還是澳門 台灣還是澳門 所以 剛來到 我已經決定買好機票 去了 前一天 我拿到全樂的掌學金 就是傻眼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 就是 去台灣念書 就是我現在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 那張機票可以當 去個旅行 然後回來再念書 欸 但是我最後就把 我沒有告訴我爸 我拿到全樂的掌學金 對 因為我怕他 他練我 他一定會 就是跟我說 有在澳門 會省很多 這樣子 我就把那個 佛奧信 丟掉 然後來台灣念書 對 所以我來台灣念書 是因為 真的 我喜歡 建築青少年 所以 想念社工 對 所以 最簡單的理由就是 這樣 然後 為什麼我會把 我是來自澳門的原住民 明明你就不是原住民 但是你憑什麼 說自己是原住民 我還記得有一個大哥跟我說 原住民 不是 不是 學統 是認同 對 所以 包括我自己認同 他們的東西 他們也認同我 把傳統符給我 把母語名字給我 然後 也讓我進到會所 其實 剛才影片裡面的孩子 他們哭 他們 他們 有一些成長 或是有一些反應 其實之後 有跟他們討論過 其實 是一種認 是一種認同 對 讓他們長大 因為在都市裡面 得到認同 其實很困難 我覺得 得到認同 很困難 真心的認同 把你接納成為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一份子 自己的弟弟 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 我認同我自己是原住民 我認同他們的理念 他們也認同 我是他們部落的孩子 那我就是原住民 包括在學運當中 有很多人會說 你是澳門人 另外有一個朋友 是馬來西亞 你們都不是台灣人 你為什麼這麼用心 對 關心台灣的事情 對 然後 甚至有人就會說 你們都不是台灣人 你們懂得屁 但是 周邊有一些人就會說 只要我們認同你是台灣人 你就是台灣人 對 所以 所以不管你身份是怎樣 如果馬英九真的是愛台灣的話 對 他拿什麼國職都不是問題 對 就是這個 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把題目 這一句話是 我在我同階級的一個 就是 就是原住民跟我說的 對 就是他打卡 欸 來自澳門的原住民回來部落囉 對 所以這個題目我也有想過 就是 決定用這個 連習天 還有嗎 有 還有半小時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朋友 大學的同學 然後一直有在實行 把青少年大道部落的 一二三一把 我就用我朋友去開刀 對 就是把它當成試驗品 為什麼找他 因為 我跟他媽有一些 誤會 然後 那時候我騎車 第一次去 他是租彰化 我就去彰化找他 誰知道我 我機車就縮鋼 對 在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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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機車就掛掉 然後第二次 欸 就是 沒有 沒有 沒有那個 機油 然後引擎放不動 然後第二次去找他 之後 皮帶斷掉 然後 而且在高速公路 然後 然後 路上高速公路就斷掉 然後 兩次都 比較晚去找他 所以他媽媽就很生氣 就覺得 就一直打咬他兒子 他兒子 他媽媽想他兒子考公務員 一直考不上 對 所以他就 就怪我 是我 打咬他兒子 所以考不上 對 我為了報復這個想法 我就把他兒子 一考完誓 就把他拉去部落 因為他 他也說 他也想看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就把他拉去部落 他剛考完誓 第二天就來了 他一來放下包包 我就幫他剃頭 還沒剃完 其實是全光 對 就剃成這樣子 而且他出發之前 還去那種理髮廳 理了大概五百塊的頭髮 然後一個幫他毀掉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朋友 我一直想 想帶 帶青少年進去部落 他就是我的試飲 試驗品 然後他 我也想 就是告訴他 其實你要自己更好的選擇 然後不一定聽媽媽說 公務員不適合他 對 他就覺得 父母給了那麼多錢 給你練書 然後他一定要考上個什麼 然後回歸他 但是 我希望 他能夠好好做 對 他試練的時候也是找我 喝酒啊 所以我就 之後才 就是跟他比他熟 我就帶他去 然後剃了頭之後 其實 有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欸 欸 我很想跟你去部落 呃 我很想跟你去打獵 很想進到原住民部落裡面 但是 有多少人可以 真的有 心 主動會聯絡我 想要跟我去 或是 我帶一個人進去 其實我也 冒著很大的風險 像他進來的時候 有 有一次 就是大哥 就問他 你為什麼 拜拜 要不要吃東西 哈哈哈哈 就大哥就問他 你來幹嘛 他就說我介紹來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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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 一直都有在弄他 就是試探他 然後到生活的部分 晚上就是到最後 有一個生活的部分 就是剛才火的那個遊戲 但是這個是更 更強大的 就是哥哥們會關 在會手裡面 就是丟一顆木炭出來 我們就要用那顆木炭去生活 對 但是哥哥們 就是在裡面 就是會手 就是在裡面 丟一顆小木炭出來 我們 那個階級 叫斧頭幫的人 就要把那火升起來 不要 但是 在我們生活的過程當中 哥哥會推我們 會把火剃掉 甚至在上面潑水 用盡一切的辦法把火滅掉 對 然後我們就要保護那個火 因為那個火就是代表我們 所堅持的一些信念 而是對部落的堅持 所以我們 就一直在 在保護 那一顆木炭 然後升起來 但是經過幾次失敗之後 他就有很多哥哥 譬如推理 他要前進去替那個火 就是他要面對不同的矛盾 我們要面對不同的矛盾 我們不能有時候不能出手 推哥哥 也不能就是 不能不聽他們的話 但是我們也要保護火 所以譬如他說 你要走開 但是 你要不要走開 如果你走開 他就踢掉要火 但是 你不能不聽哥哥的話 所以那個矛盾就是 一直一直在重演 這個矛盾就是 包括你生活當中 在部落裡面 包括對外面的部落 對家人 其實都不停出現矛盾 看你怎麼去抵擋這個衝突 要保護理想要堅持的東西 對 所以 在火滅掉三四吃的時候 叫所有人離開 然後 一個一個掌 他就有跟我朋友說 你會不會生火 對 因為 部落的哥哥們都知道 誰會生火 誰不會 在部落本身的孩子 其實他們很會生火 他們大概已經玩了五六年這個遊戲 這個考驗 但是 對於新來的人 他們 根本不懂是什麼 對 然後我朋友是 家裡是做吃的 做吃怎麼可能不會生火 對 然後他就問他 你會生火 然後就丟一根煙給他 然後 然後要他生氣 然後他就生不起來 對 然後哥哥就衝過來 把他 把我推開 就說 你帶什麼朋友來 你看 帶一個廢物來 火都不會生 又不敢坦誠 對 然後我當初 我就覺得 是我錯嗎 是我沒有叫他生火 對阿 但是 你說不會就不會阿 你幹嘛說會了 對 所以當下 我當初我覺得 欸如果我這樣來帶青少年來 會不會也要抱著同樣的風險 如果他來到部落 他不尊重部落 他不尊重文化 甚至有一些精緻 他犯了 他怎麼辦 我要負責承擔那個後 因為我把孩子帶進來 所以 所以 在這件事情 實驗十日 我覺得是成功 很多東西我需要去想多一步 對 最後我朋友就痛哭 對 他覺得自己很廢 對 對 我有跟他說 真的有一點費 可是希望你可以好好學習 他說 他不會再回到部落 對 他不喜歡這個制度 他不喜歡這個制度 我覺得很棒阿 就是 你覺得 找到不適合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一個 好的事情 對 也是一個好的成果 然後 但是 他經過這一次之後 他 有 有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這次是非常的成功 對 然後他現在也 不打算再考 公務員 他 4月1號要 去台北當社工 對 然後先 先工作 然後 先過了之後 他打算 回家賣面線 對 20就只有他一家賣面線 對 所以穩重 還有什麼想聽 不是有什麼疑問 聽我講那麼多 你那個時候 從 就是你那時候 不是有在澳門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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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說你 我 對 你不是在澳門讀書 不是有在澳門讀書 不是又接到台灣的通知書嗎 你在澳門讀書 但是又接到台灣的通知書 對 對啊 他會寄過來 我們都是在澳門 接到台灣的考試圈的試卷 然後 考了分數 依我們牌的那個 志願 來奮發 那你那個時候 繳完學費之後 有再拿回來嗎 沒有 沒有 是 規定沒有辦法給你 還是 他是沒辦法退的 沒辦法 對 那時候就放棄了 大概 那時候八萬塊吧 還沒算全額獎學金喔 還沒算 我覺得你們知道會殺你 但是 這還好啦 來台灣 我覺得比較划算 對 但是水費是便宜一半 對 大概 大概便宜一半 然後 如果是國力的話 他會便宜四分之三 對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考過來國力 國力真的太便宜了 然後四肢又不錯 有什麼時候 我還有一個技能就是 不管什麼地方我都可以睡覺 對 這就是我在 我在 闖蕩台灣 必須要有的功能 對 然後包括在沙灘 我睡過廟 我睡過警察局 睡過陌生人的家 然後 睡過那種 有人是新竹人嗎 新竹有三條橋 這條橋叫藍天白雲跟彩虹橋 我三條橋都睡過 對 然後有時候睡到一半 上大雨 然後睡過 睡過廟 警察局 消防局 海巡 海巡的類 對 對 你有被拒絕過嗎 有啊 當然有啊 背著大包包這麼壯 超門有人就直接關了 對啊 對啊 要睡過便利 呃 睡最多就是便利上店 趴著睡 呃 趴著睡 然後有一些很大屁股 爛牧的彰化 或是我 ,昨天睡的 那一家 其實 那一三家一隻 併在一起可以睡 我有自己帶冒糖 可以在那邊睡 甚至我 去過一個最好的 就是 在厚龍 港邊 只有一張萊爾布 然後那裡是一個年輕人 他說 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欸 我剛才有去烤肉 哪有生的 就給我吃 然後 他就拔掉那個 那個 影音機的那個插頭 給我手機充電 然後還給我進去那個 後面冰櫃後面 就是那個冰箱後面有位置 有一張糖椅給我在裡面睡 對啊 而且上天就冷氣了 對啊 所以就 我覺得 到哪裡都有一些好人去幫助 譬如有很多時候去吃 去吃 去一些小店吃飯 聊一聊 只要 他們知道你是外 朝生 然後在環島 他們很多時候 吃的都不用收錢 還有外帶可以讓你拿走 然後有時候聊一聊天 他會介紹他的女兒給你認識 所以就是 我就說 不用了不用了 對 其實在台灣很好玩的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有優勢 因為外籍的 外籍朝生其實 一開始給人的感覺都是 希望可以 欸 很多東西想要問你 或是 對你 覺得你很神秘 然後 我可以用這個 這個身分去創造 所以就可以 可以 省不少的錢 又被騙過嗎 被騙喔 欸暫時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其實這張沙發是我睡了 我很喜歡睡沙發 對 我在台北圓山租了房子 三千塊一個月 跟朋友跟室友一起住 對 然後這張沙發 就是我睡了四年 他真的 那個 中間只剩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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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有那個 海綿都不見了 所以 皮都破 所以我就把它丟掉 然後 跟他拍最後一張照片 那你今天晚上要睡這裡嗎 呃 我有朋友家 你也有朋友家 那你身邊其實不錯耶 我看到那個沙發 很愛的 還有什麼可以給你看 你有什麼跟山神或是水神或是祖靈比較緊密的連結嗎 什麼 就是你去山上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跟山神啊 還是祖靈比較有趣的故事 呃 這個 我自己覺得 就是所有回歸到根本就是尊重嘛 只要有尊重山裡面所有東西 其實就不會有事 對 但是 呃 我相信 就是像 像我山上就是會跟著老練打獵 有一個 有一個也是白狼的朋友 去到山上打獵 他打了四五隻都沒有 然後到獵物 對 包括打到 然後 然後不到 就是 永遠打不到 對 但是我上去第一次 我只負責拉著刀 負責解決那個獵物 讓他結束生命 然後獵人負責開場 但是 我跟上去第一次就有 對 譬如他走在前面 他跟著獵人 獵人走過看過沒有 但是距離大概二十幾步 我們跟著後面 我們就打到了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有 也是命運 就是有祖名有一些東西在安排 然後最近有一個 我回去澳門 有一個團體 他帶 他帶一群年輕人去到花蓮去體驗 烏龍族的生活 山上的生活 然後 然後 孩子他們就 他們就 到處丟垃圾 或是 到處吐 然後 他們 因為不適應腸胃 就到處吐 對 然後 一開始就一兩個 然後之後 他們就 大概七八個 都是 很不舒服 然後 他們就覺得 他們就很害怕 因為他們不懂 一群他們的孩子 他們不懂 什麼是祖母 他很怕是有鬼 或是有什麼 髒東西 把他們弄成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 他們 我回去 他們就一直問我 欸 到底祖靈是什麼 那到底這件事情 跟祖靈有沒有關係 或是我們 斷丟垃圾 到底是不是 野了祖靈 但是有當地人 帶他 然後 帶他 他們就 給他們要一些職務 說沒事 但是還是一樣 他們就覺得 有 是不是自己 不好 所以有帶他們去 去有盜竊 或是什麼 所以 之後好像 做沒事 對 所以 問我聖母上新主靈 我覺得 還是有一種力量 但是 回到最根本 還是要尊重 對 只要尊重就沒事了 那你們 你們出發前 有很祭拜的儀式嗎 嗯 欸 我問過很奇怪 他們那一團 不是我跟的 對 他們進山之前 好像沒有看到什麼 像我們進山之前 我們都會 準備米酒 香菸 檳榔 就是三杯米酒 跟香菸 三顆檳榔 對 然後 進山之前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們進山 希望祖靈 保佑我們 平安回來 然後拿到獵物 我們會分享給 主人們 然後我們只拿 我們需要的 拿不到我們不拿 對 只要 然後 跟山神 表明我們 來的目的 跟希望他們 訪用 其實 都不太會有心 我們都會做啦 你自己的部落 然後 進到部落 然後 就是會常常跟 去山上 就會開始 開始有那種 那種 那種 那種感覺 就是在山裡面走 會特別留意一些東西 就是我去爬水山的時候 好好拍的 就是 他永剩下一個 雪 但是他每一個腳 我覺得很難 應該是鬆水吧 所以我就會很 在山上就很習慣 已經 到處看 雖然 不是去打獵 但是 對動物的那種 感覺 就會有 在 我覺得這就是訓練回來 對 關卡事情的指示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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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麼想聽啊 沒有沒有想 沒有沒有 沒有經過部落 除了 謝謝 沒有沒有經過部落 有 有 你去哪裡 你懂哪裡 你懂哪裡 你 你哪你 有 有什麼感覺嗎 又不要單純 又要單純 就是跟 跟在其他地方是甚麼 你現在沒有懂 你只有去過藍尼朗 欸 你哪你 那 有機會去多一點不同的部落 那 有機會去多一點不同的部落 裡那裡 它 它 它是 它是千春過去的 所以有很多 傳統的東西 或是文化的東西 有沒有辦法完全呈現在那邊 其實 不夠 不是你要跟他們的 跟他們的老人家聊天 才有辦法 但是很多老人家 他們講文化 如果你 如果你沒有準備 你沒有 做過一些資料的時候 你很難懂他們才講什麼 所以很多 經部落的人 像我 我是很幸運 我是 完全沒有概念都進去 從 慢慢從 你開始建立 但是 從 我認識很多 很多人進去部落 他們都是 有一個 已經有課本 印象 或是在課本上面 接觸到很多 不一定正確的資訊 進去的時候 然後 那個蓋上去 實質很不穩 所以 我可以建議 建議真的 如果去部落 真的 可以 做一點點資料 先做前期的工作 一點點 大概知道他們 的一些禁忌 或是 他們的一些背景 進去就會更容易 差不多了吧 哎唷 這個 這個 就是 當時 被打鼻鼓 然後 進到資本的時候 也是什麼都不懂 然後 叫脫衣服 就脫衣服 叫喝辣椒水 就喝辣椒水 然後 叫堂木炭 就堂木炭 然後那時候 我只有穿一個短褲 那一褲也沒有穿 因為 這是最後一天的差不多 所以 我就 第一個 小隊伏就被照進去 然後就問你 馬拉屋 就是 問你 是不是男人 你就要回答 我是男人 然後 就又趴在那個木頭上面 被打 一開始 那根竹子是沒有捆那個 腳步的 對 是圓根的 所以我第一下 打下去 竹子就炸開了 然後我屁股也炸開 感覺 就是 就是 但是第二下 第三下之後 就沒有感覺 對 就是第一下 就覺得 啪 全場 就 真的沒有出聲音 後面呢 我 這一邊都是你們 孩子 排一排 這樣在外面看 然後我就在裡面被打 然後我有瞄他們一下 他們真的 沙發都掉下來了 他們就覺得 欸 為什麼 是來真喔 對 那個竹子炸開了 真的是 分開 然後用那個 黑色的招待 管住 繼續打 然後打下去的時候 那個頭 會打到地板 那個石頭 會廢去那一邊 對 小石頭 會廢去那一邊 所以 當下就是大家傻臉 對 孩子就殺到 然後 工作人員也殺到 因為他們 來部落 其實 只能夠提供 交通 跟一些 最基本的 保險 或者東西 所以所有決定權 都是交給他們 去執行 對 所以他們也沒有 預測過 會有這麼震撼 他們看到有傻影 然後包括 商商 打獵物 打獵也是一樣 他不是把獵物綁著給你打 所以當下打到那個獵物 真的要抬下去 大家也是傻 對 所以不如可以 只要你 我覺得 你去認證對待 就是會有很多回饋給你 對 然後得到 能夠進到會所被打 其實就是一種認同 對 剛才打的那個會長就說過 這種痛是我曾經承受過的 對 我也曾經趴在同一塊木頭上面被打 所以 如果 你能夠感受我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 對你的認同 然後 部落的 那個 老漢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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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漢叫什麼 就是老漢 是自長 自私的長 對 就是 他就說 你現在是我們部落的孩子 潘移你們 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 學到部落的精神 然後 呃 就是堅持到 哥哥 就是老漢叫你 的事情 對 所以當下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 每一次看回這個影片 其實 內心都是很感動 特別就是 那個孩子說 我長大了 對 然後 也是對我震撼蠻大的 現在還是會看到那個孩子 他回到部落的樣子 跟到 他外面 外面的樣子 是 回到部落 他可以很自然的 去做自己 然後 部落就是一個 可以讓 讓你做自己的地方 欸 這張照片也是 去割 蠻長的手牌 然後 另外一個 有一個孩子說 呃 我 我真的有做事 我踏踏實實的勞動 去幫助部落工作 然後 他不是 作為客人 來這邊 給人家服侍你 或是 當客人招待你 他是真的去 勞動踏實過 心裡才踏實 所以 這一句話就是 就是 表現了我們這個階級 包括我從 不同部落 其實我年紀比較大 相對他們的 小朋友 的階級 但是我們是同一個階級 就是我二十三 二十四 可能小孩子 只有十四十五歲 對 但是他們 一直在部落長大 他們懂的東西 一定比你多 所以 當我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 沒辦法 方向你的身段 或是 你自為自己 比較大 懂更多的時候 我覺得 你一定會 就是 給你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們 確實比你多 他們 懂的事情比你多 對 所以 沒辦法方向身段 沒有辦法通過 確確實實的勞動 去體驗他們的複雜 是沒辦法成功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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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家庭部落的時候 啊 就是 你一個人去而已 呃 他有帶另外兩個 部落的 就是帶兩個 新商人部落的 孩子 就是包括我們三個 對 一起去到那邊 對 但是 真的有加入他們會所 其實 就只有我們一個 對 因為他們 本身對自己的認同感很大 所以他們沒辦法 有一些 缺的比較 說的比較狠 他們沒辦法接受 你是有兩個部落身份的人 對 包括我第一次從資本 去到 新商人部落的時候 就是 會長 會長就有 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你來幹嘛 我就說 我來 服務部落 我來 學習 然後 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 你兩個部落入去 是對兩個部落最大的 對 然後 他 他口氣就是很大 但是我當下 我自己 立刻崩出來的想法就是 上次 你問我 如果我爸媽跟女朋友 掉下來 你要做什麼 對 因為兩個部落 我都因為 基金會 富邦文教基金會 有關係 基金很大的部落 裡面 兩個部落對我來說 的改變都是很大 所以我兩個一樣重視 然後 我當下真的 我只能回答他就是 呃 如果兩個部落有事 我兩個都要幫 我沒辦法分 分誰 我會讓你看到我的表現 然後 我們 我們那時候要 放一個臀鈴 就是 一塊板跟一個鈴鐺 跳的時候他會響 就插在後面 我就一直蹲跳 這樣跳 這樣跳 我大概跳了五十幾哨 那時候 我真的試開沒有力 而且 跳之前 我已經在日本 大概待了十天 做勞動的工作 所以真的很累 所以那時候 他會講 通過這件事情 來 看你有沒有決心 就是看你的態度 是不是真的想進來學習 很多人就會說 我要去部落學習 我要去部落體驗 但是 有沒有想過 部落平什麼 要給你這個機會去學習 這些 這些東西是他們 歷史 傳下來 最右手的東西 為什麼 我要傳給你一個外面 對 不是你想學 我就要給你 你平什麼 所以就要看你的決心 跟 你對部落的態度 都是 對 看你有沒有心 真的 一句有沒有心 如果他們 給你機會學習 你做不好 一樣被罵 幹什麼東西 廢物 你帶來幹嘛 你來幹嘛 你是不是來幹嘛 對啊 所以 所以那時候 兩個部落 然後 之間有衝突 真的有很多 很大的衝突 對 包括 我穿著資本的傳統服 他們常常會有一些 譬如年紀 其他部落會來 我第一次穿 我穿 上南的衣服 因為 剛剛過完資本的年紀 就到 上南了 我穿著上南的衣服 牽著上南 竹人的手 跳舞 然後 自然的人的眼光 眼光看了我的時候 我真的 我眼神不知道要躲去哪裡 對 因為那時候 我不知道自己定位在哪裡 對 然後 他們 雖然 之後其實都很好 他 他就 其實他們都懂 我在做什麼 我知道我想走什麼的路 然後 然後 我會去詹評 詹評就 詹評的孩子 的年輕人 他們的 很熱情 從 只要你看到 甚至現在回去 他們就會衝上來 達恩哥回來 然後 他們就很壯喔 幫著我 這樣子 就是每個部落 有不同的形態 東部的部落 他比較強悍 對 然後 屏東的 就比他 有沒有溫度 那種溫度是比較柔的 對 但是在 在 在湘南 或是在 資本 他們就是 很硬 因為對你 它就代表 就是 希望你 可以 成長 希望你可以長大 其實兩邊我都很愛 說真的 但是 有時候真的 真的 在碰面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 尷尬 但是我要 讓我會長知道 我在做什麼 對 像 我第二年回到 湘南的時候 呃 就是 帶我朋友去的那一次 呃 我進去的時候 呃 我就要蹲上 對 也是要跳 但是 我還沒跳之前 會長就叫我過來 對 他就說 呃 因為他知道我 我有跟他掌握我 我的理想 就是為了帶更多孩子 來部落學生 讓他們知道 很多的文化 然後 讓他們回到 自己的地方 可以學習 就是反思自己的文化 然後 他就叫我過來 摸著我的頭 對 我蹲下 他就摸著我的頭 說 對不起 是我們的門太小 對 你的理想很大 對 很歡迎你們 對 就是 我 錯怪了 對 不要講錯怪 就是 對不起 所以 所以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很想哭 就是說 呃 謝謝你再給我機會回來 再隨時 繼續隨時 對 然後 所以 只挑了職殺之後 就放回去 對 其實在一個過程當中 在一年當中 他看得到你的努力 在工作上面的態度 呃 包括對弟弟的時候 然後 你是比較大的 你沒有把那個 那個 架子 拿出來 你可以放下 你可以蹲得比地體更低的時候 他就會 對你改觀 會認同你 對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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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想問的 欸 有一張 一定要找 就在我揮手裡面其實有很多 在部落裡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像我臉都畫成這樣子 因為太累了 年紀結束的時候 我的臉都變成這樣子 但是我的臉是誰畫的呢 就是你們應該沒有想到 其實是金曲掌得主 就是三不一畫 有聽過三不一嗎 動一火車在我是歌手唱歌的時候 他唱鼓調那一個 金曲掌他開幕第一個唱歌就是他 所以常常在部落看到很多歌星 他就在揮手裡面他就睡在我旁邊 我就沒有想過一個金曲掌得主可以睡在我旁邊 因為我畫我的臉 所以部落就是充滿很多小驚喜 或是大驚喜 常常會看到明星 所以這張圖列真的有趣 他們我醒來的時候我還不知道 他們就一直笑一直笑 他有問題嗎 應該還差不多啦 還是你們要吃一點東西啊 這個開了我就帶不回去了 你要繼續嗎還是要結束了 為什麼叫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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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大鼓樂樂嗎 大樂 大樂是我名字沒有樂 對 有人問我是不是姓戴 不是姓戴 我是陸文寧 但是我英文的拼音是LOKLOCK 對 所以就叫LOCKLOCK大樂 對 以前叫少樂啦 但是他看到我樣子 就說你不要叫少樂 在大樂給他吃 從此就用到這邊 而且大樂其實 就是大大寬的 其實我們也蠻喜歡的 先生好 還有聽眾有問題的嗎 不然就是等一下結束的時候 可以去找大樂聊天這樣 對 然後 就請大家留步一下 想跟大家一起拍照這樣 對 對 然後 如果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加我FB1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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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一下 有部落問題 有部落問題 能夠解答 可以解答你們 就 歡迎找我 那就請大家一起來前面給我們合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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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我們先頒發 就是 感謝這種我們自己說的 謝謝 然後謝謝大樂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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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不好的 多多見